准备迎接中午餐期的客人 饭店内餐厅活络起来 备料擦拭碗盘 调整位置不容马虎 而员工奋力工作的背后 当然希望能有相同的薪资报酬 主机总处也进一步观察 各行各业受雇人员报酬占GDP比重 发现住宿及餐饮业平均薪资3.6万元 但受雇人员报酬占GDP比重 却高达百分之62.5 甚至高出电子零组件百分之37.1 毕竟我们饭店跟餐饮产业 第一线面对的还是顾客 所以在扣除掉营运既定的成本 以及物流的一些成本以后 几乎我们就是分配给播给员工 让他做一个就是 不管是教育训练 培训语言训练等等之类的 所以这部分的GDP的占比 当然就会比较高 主因在于住宿及餐饮业 投入的人力多 即使因为产业属性不同 平均薪资较其他产业低 但受雇人员报酬占比 却高达六成以上 比起就是其他产业的部分 他们可能以科技 或者是以机器的协助为主 那我们的部分的话 还是第一时间会面对到 顾客需求为居多 所以在这部分服务的 相对的面对面的状态 就还是会以大众为主 那因为不同产业的资本密集度 劳动密集度 还有技术密集度 这些因素不同 那此外呢 不同的企业呢 会有不同的经营策略 那有一些企业呢 注重的是短期的利润 而有些企业呢 比较注重长期的发展 那这些因素呢 都会导致受雇人员报酬 占GDP的比重呢 也不尽相同 例如月军薪高达20.6万元的水上运输业 2022年受雇人员报酬占比 却连10%都不到 向来在制造业中 薪资居贯的电子零组件 虽然月军薪接近10万元 但受雇人员报酬占GDP 却只有25.4% 还低于整体制造业平均值38.4% 简单来说因为呢 他们必须要维持在产业的一个领先地位 所以他们必须要比较投入大量的资金 在比如说设备上或者是研发上面 因此哦 他们的折旧率 折旧比例是比较高的 大概占了32.9% 因此呢 也就让员工薪酬占GDP的比重是下降 电子零组件业折旧占GDP比重 确实远远高于各行各业 平均折旧率16.7% 尤其全球化的竞争 在科技业格外激烈 因此科技业为求更低成本 移动到海外生产 所支付的国内受雇者报酬 占附加价值比重也相对较低 经济果实是否都有与员工分享 也就是受雇人员薪酬占GDP的比重 也成为被检视的一大重点 而根据主计总处近十年来的统计 也可以看到 虽然企业的营业盈余是逐年的提高 但是受雇人员薪酬占GDP的比重 却从46%掉到了43.9% 观察近十年GDP分配结构 受雇人员报酬所占比重 在1980及1990年代平均约为49.3% 是占比最高的年代 2000年代后随着产业外移占比逐渐下降 2012年45.8% 2013年44.6% 直到2019年回升到46% 但2020年又逐渐下降到2022年的43.9% 也成为低点 那至于说对员工比较好的产业 这个是一个比较主观的问题 因为除了薪资之外 员工福利工作环境 发展机会这些因素呢 也会影响员工对公司的评价 那一般来说的话 外商企业大型企业 还有一些新创企业呢 在员工福利和发展机会方面呢 是相对比较好 台大国发所兼任教授 辛秉隆也强调 如果以整体趋势来看 除非产业结构不变 才能下定论 因此真正有意义的比较 应该回归到个别企业 是否获利增加 以及调薪如何 相对来说也会比较可观 TVB的新闻 郑盛维希丹起退报道